来看看下一位黄金选手 或是谁 请看大屏幕 三 二 一 听 掌声有请 唐州西湖女子巡逻队 好帅啊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们是西湖女子巡逻队 让西红有颜值更有温柱 欢迎五位 首先形象 气质 包括制服都很漂亮 是 对吧 如果还不仔细看 好像还很像这个 女警官的那个服装 其实仔细看 我们这个行业应该是属于城管 对吧 这支队伍对年龄 对形象都有要求 对吧 对 我们呢 首先是要求得大学本科毕业 然后要有英语四级 然后呢 现在的平均身高 168 平均年龄25岁 其实这些呢 都只是一个门槛而已 要真正成为一位 女子巡逻队员的话呢 我们还要经历 非常严格的一些 队列训练呀 体能训练呀 还有一些西湖文化 包括西湖旅游资讯等等 这方面的一些培训 而且呢 我们其实每位队员啊 就是脑子里都有这个 西湖的一张地图 印在那边 可以为游客 你们本身要做一个活地图 对吧 对 我们就是每个人 都是一张西湖的活地图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你们服务的区域范围 要做哪些工作 我们现在呢 主要是在西湖景区 进行一个徒步巡逻的工作 那么主要是以贴心服务 加柔性管理为主的 那第一个呢 是维护西湖景区 面上的一个管理秩序 然后是为游客 提供一些咨询服务和帮助 那么包括还要对一些 不文明行为进行去劝导 最后还要配合 处置一些突发的事件 不容易 不容易 而且这支队伍 有一个成立的背景 成立于2016年 也是为了当年的 G20峰会而筹备的队伍 而且这个当年 虽然会开完了 但是这支队伍 一直延续至今 对 保留下来了 其实芳哥你发现没 他们得是高学历 高颜值 完了还得高科技 高科技 对吧 为啥高科技呢 大家看看他们的家伙 行头 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人身上暗藏玄机 往前一步走 她带了一个移动摄像头 你看这边 对吧 是方便经常跟家里 进行连线嘛 老爸 我到这了 你看一下 这个呢 确实是跟我们后台的 指挥中心进行连线 其实我觉得姑娘 你可以那个转一转身 给镜头看 它是360度的一个摄像头 对吧 所以是后面在拍 还是前面在拍 前后都在拍 都在拍啊 你看拿手机可以看 可以看到 就变形成这样了我们 所以这个装备 背着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是迈入了 这个5G时代对吧 5G时代呢 其实我们这个 也是全国首先一直啊 用这个5G加比亚技术 进行这个单兵装备巡逻的 那么我们这个360度的摄像头呢 它可以通过5G的这个信号传输 直接传输到我们后台去 对于我们后台来说呢 也是多了一双眼睛 那么更加的就是提高我们解决 问题的这个速度 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科技改变生活 所以你们每一次出勤 去巡逻走一圈下来 得花多长时间啊 其实就是半天吧 游客看到你们会是什么反应啊 哇 哇 女警察叔叔 卡卡卡卡拍照 还帮你们合影对吧 游客都是他们自己有手机 自己可能就默默地拿出手机 然后开始 就比如说他在这边 他在那边卡卡站岗吧 然后一个游客过来 会影响你们工作吗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影响吧 我觉得游客 愿意这样跟我们拍照 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 我很好奇啊 当这个如知的游人 在西湖景区里行走 你们在人群中穿行 他们会跟你们 有什么互动的方式吗 我经常遇到朋友说 这是警察叔叔 还有阿姨会说 看这是女的警察叔叔 真的会 女的警察叔叔 好可爱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印象当中特别好玩 或者是温暖你的事情有吗 温暖的也有 比如说我们在西湖白地景区 巡逻的时候 有非常热情的游客 然后他会追了我们一路 在白地景区上 然后追了 李辱告诉我们 然后他说想送水给我们喝 但是他可能比较害羞 就是大概跨一公里的样子 觉得你们很辛苦 对 你们夏天也要穿这么厚吗 夏天我们有夏装 但是其实也是蛮厚 那女生最怕晒了 你们会怎么办 对 我们喷防晒 就疯狂的喷 据说喷灭火气要喷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光鲜亮丽的一面 但是其实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要付出很多的辛苦 还有哪些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是徒步巡逻嘛 像是西湖景区的话 很多都是步行街 它只能用脚步去走 所以说为了更好的就是 为游客服务呢 我们都是全靠徒步的 像G20时期的话 我们最多的时候走 一天可能走下来 三万五千步也是有的 然后其实走到脚底全是泡 然后鞋子都走破两双了 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到 其实对这支队伍的要求挺严格的 我听说 就是每年你们都有一个年终的考核 其中还有一项 说起来很好玩 但是要上秤 所以每个人好像是体重 是不能上下有多大幅度的变化 百分之五 就是不能超过你原始体重的 就是增加百分之五 增加百分之五的话就 就意味着你只长多少斤呢 大概就是几斤 比如说你这个人是一百斤吧 一百斤 那如果你超过一百零五 一百零五的话 那超过一百零五这个范围 那不好意思 你的考核奖得扣 这个管理好不严格 女生好难长五斤 你看我 到现在也还没有过百 为什么来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 这次呢是我们第一次一支分队的形式 组团的形式 对组团的形式 来到我们黄金一百秒的这个舞台上 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吧 可以说 也展示我们杭州女子徐乐队的风采 对 真棒 范哥我忍不住想吟诗一首 好 我看你那要几半 私情私情我酝酿了很久 特别想赴诗一首送给五位 以及你们身后庞大的那支队伍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你装点了西湖的美丽 他们守卫着你们的文明 我相信就是这样一支温柔管理的队伍 一定会大大的提升一个城市 传递出来的信号 这样你再感受杭州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它只是一座旅游城市 你更会感受到这座城市 它是人性的 它是有温度的 我相信这也可以给很多城市 在智慧管理方面 以很好的启发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接下来一百秒看你们的了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市亲子讽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每个声音 同阳光奔跑 我们会洒汗水 回眸微笑 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乘坐春天的笑傲 懂得了梦想 越追越有味道 我们都是追某人 在今天永远 在今天永远向未来报道 当明天心总想我们问好 最美的送金是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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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我们都是追某人 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告 到明天幸福上我们问好 最为的风景是 挑战成功 这是一支队伍 所以我们一条项链 也象征你们能够拧成一鼓声 一心一意好不好 好 来 送到谁的手上呢 来 队长 队长先来带来接受 我们先代表大家 好 而且我相信刚才100秒的表演 通过你们的纪录仪 后台也都已经了解了情况 同事们在等着你们开心而生 谢谢